讓我介紹這個三房的property 我們現在會租給一個公司客 那公司客就需要一些簡單的傢俬 那其實這間屋最重要是拿了一些certificate 做了一些安全 因為這certificate是安全措施 還有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那裏的窗呢 做了那些叫window restrictor 令到窗開不完 就是那些人不會跳出去這樣 是為了安全的 跟著這裏呢 有些簡單的傢俬 這個是第一個房 跟著來這裏是第二個房 這裏又是兩張床 有一個櫃 OK 很簡單的 沒有什麽特別的裝修 不過乾淨的企業 那個公司客要求 這個是第三個房 這個是一個商人床 那現在這個公司客就給625磅一個月 這間屋 這間屋就63500磅買回來的 63500磅 所以那個衣服都非常之好 那個bathroom就沒有做過東西的 基本上是做一下清潔 那裏水龍頭有少少問題 有維修過 那OK的 那這裏呢 就是個廳 這些傢俬呢 這些傢俬呢 又是那個公司客需要的 那桌子也是 那我們去那些二手的地方 撿些東西 全部的傢俬都是1000磅 鬆一點點 那乾淨的企業 那這個是廚房 那廚房也是原裝的 原裝是這樣的 那 最重要呢 就是 我們查個個 有個boiler 那個boiler是 是work的 那要供應一個雪櫃 那 那個水龍頭有些問題 我們換了 還有呢 會裝了一些 好像 一些安全的 那些alarm 那個gas 要拿回 certificate 要供應個洗衣機 那我們呢 那個租約呢 就可以 開始的了 這間屋呢 還有一樣東西 那個租客會 會非常之喜歡 就是有個窗台 我 出去這裏看 都 那個天氣麻麻的 不過都很開陽下的 沒有東西阻礙的 這間屋呢 是很特別的 一梯 就一火人的 那是三重 就是三個floor的 所以呢 一座樓呢 有三個單位的 是非常之少的 所以這個 投資者買得 非常之好